立位记在整个圣经当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虽然我们改革宗或者说我们更正教 不会主张刻意主张那种所谓的正点中的正点 比如说有人说罗马书最重要 这句话里面严谨来说 反映了一部分正确的内容 比如说罗马书里面有核心的基督教真理 但是这句话同时也不小心的话 背后也隐藏着一个非常致命的 后就好像圣经里罗马书最重要 雅各书就次要 然后这个创世纪最重要 所以雅各书就相对不重要 一辈子不读雅各书也无所谓 好像那种感觉就造成圣经里面的话语 变成有些东西是不可缺的 有些东西可有可无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威 其实这种所谓的正点中的正点 是我们更正教会不承认的 每一卷属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 虽然他有一些教理可能是 不是涉及到核心的 比如说雅各书里有些东西 可能涉及不到什么直接救恩的东西 但是每一句话他具有同样的权威 都是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 并不可缺的 所以当我们说立威纪非常重要 不是说他除了他之外 其他都是四等的权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他教导了我们蒙恩的百姓之后 应该如何在神的面前生活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君尊的祭祀 他作为上帝的选民 上帝呼召他们能够可以亲近自己 可以亲近自己 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去 作为活在上帝面前的人 君尊的祭祀 第二个就是圣洁的国度 这样的人在整个列邦当中 他们应该在这个地上 在列邦当中如何去生活呢 当然也是基于祭祀 又是圣洁的国度嘛 圣洁的子民嘛 在世上 在一般的事物上 该如何去生活呢 这是包括了整个神的选民 整个生活 前面如果说是暗中的 内视的 私密的 跟神的关系 后面可能就是公开的 作为一个公民 作为一个人 在地上应该如何生活的 所以先有礼拜 十阶的前四条 后有爱灵舍 人与人之间的伦理 所以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罗马书也是讲 先谈到了我们和上帝关系之间 如何恢复 如何恢复 然后后面就讲到了 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此 师父乃是理所当然的 就讲到了什么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等等 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什么信心坚固的 要担当那些信心软弱的人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 在读旧约的时候 虽然旧约对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好奇的地方 像一个神秘的宝藏和森林 但是往往带着冲火热的好奇心 进入到旧约里的时候 读了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 然后前几章进入到二十章 十九章 往后就开始有些蒙圈 然后迷路 然后甚至就迷失的这样的情况 立位记几乎就是根本不怎么去触及的 那个神秘的领域 所以但是立位记却非常重要 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万有的起源 人类的堕落的起源 先祖的起源 包括恩约的起源 那这个起源渐渐的发展了 这个由亚伯拉罕恩约 和上帝和他的子孙所立的约 这个约逐渐的实现 是在出埃及事件之后 那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 上帝把他们用大能带出来 到西南山下与他们正式立约 然后教他们如何礼拜 道德法 然后设立礼拜的制度 祭司 什么献祭的制度 包括会幕的建造等等 然后最后他们就照着神所说的 建造了会幕 然后具体在会幕里如何去侍奉呢 立位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整个上帝救赎历史当中 在整个上帝恩约的发展的进程当中 立位记的位置是我们得救之后的百姓 应该如何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和当的生活 这里面包含了福音 同时也包含了我们应该有的 侍奉礼拜和生活 其实这三个都是近一词 同一词也可以理想 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我们理所当然的礼拜 我们理所当然的 困的话就站起来 理所当然的生活 活祭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同进入立位记的头五个记 第一个就是翻记 整个都献给神 然后涉及到赎罪 除了皮子以外 所有的都归给上帝 献翻记 基督成为我们的翻记 祂是完全的 赎我们的罪等等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平安记 平安记 强调我们赦罪之后 与上帝和睦之后 享受与上帝这种和睦 相交的观想 神的百姓在祂的面前 可以享受这个交通的这个 第三个记是素记 顺序我讲错了 素记 然后我们的整个生活 工作 那些古物代表我们 劳动的成果都献给神 我这个人不只是属于神 我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我所劳动的成果 农业社会是什么 麦子 穗子 牛羊 鸽子 全是畜牧和农业 那今天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 我的什么 我的精力 我的体力 我的工作现场 包括我的这个工资 我的生活 娱乐 全部 所有我生活的那些 一般领域 我们所说的 也是归给神的 一个神所看重的 在神面前生活的这种祭物 那我们今天看第四季 第四季 就是赎罪祭 有点有意思 我们可能会想 稍微有点关心 为什么这个立位祭里面 武器牌的顺序是这样 我们经验当中是 应该是先赎罪 然后再把自己献给主 然后我在反计 赎罪祭 翻计 然后我在生活献给主 肃祭 然后赎罪祭 然后平安计 然后翻计 然后肃祭 应该这样的顺序是吧 先悔改 享受赦罪的平安 然后把自己奉献给主 然后工作生活 劳动成果才归给主 是不是 应该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救恩是 先把一切都献给主 我这个人 像基督教要里面讲的 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我这个人整个属于主 主属于我的同时 我也属于主 完全献神 因此一个人 若不献身给基督 让基督做主的话 基督就不可能成为他救主 虽然保罗在讲救恩的顺序的时候 最后讲完全献上 这样的顺序 但是立位记告诉我们 先全人献上 先全人 然后讲到这个 素季 整个生活 不只是个人 我的生活的一般的领域 也应该是归给上帝 然后就是 因着这样完全的 归给主的 属主的 这种 这种 样式 这种生活模式 其实就一个恩约百姓 应该有的 所以大家就是那个 在旷野当中 那个百姓 当然不是倒闭在旷野当中的百姓 旧约的以色列百姓 就是新约教会的雏形 里面有真百姓 也有很多不信的 那今天我们读到 关乎 好像直接关乎他 其实也是关乎我们 那我们的生活模式怎么样 我整个生活 包括一般领域 都应该是属神的 我这个人被上帝救赎出来 成为他的百姓 我这个人应该献给神 包括我的学习 现在是学习 有的人是工作了 有的人成家了 养育子女的 孝敬父母的 工作的现场 其实都应该成为 翻记和素纪 当然这个第一层面是讲到基督 基督的翻记和素纪之后 我们基于他的功劳 我们成为他的百姓 然后我们也成为翻记 我们也成为素纪 献给神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享受平安记 你想想吧 一个人跟上帝之间 还是争战的状态 不和睦的状态 上帝眼中我们是他敌人 我们的心中也是藐视上帝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上帝 这样的人哪有平安 对不对 一个人真的意识到 我是主的儿女 我是神的百姓 在生活当中也是 主与我同在 以马那里上帝在我里面 虽然我有软弱 失败 彷徨 跌倒 但是我是愿意 活在主的面前的 神的儿女的话 这种人心里面 怎么可能没有 上帝的平安与他同在呢 虽然这个平安可能有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转离神 有的时候 被私欲试探 被罪恶胜过 甚至有的时候 现实的忧虑等等 暂时好像受到影响 但是 内心深处 因为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基于基督建立那稳固的关系的话 你是有把握的 是有稳妥的 甚至有的时候 看不见的这个 指望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 仍然不至于绝望 这种经历 大家都应该有吧 好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 但是心里莫名其妙的 超长的 我为什么这么冷静 应该慌张才是 但心里面就好像 非常安静 这就是上帝赐的平安嘛 为什么 我们与基督之间 透过基督与上帝 那种正常的关系嘛 所以 这种情况下 又会出现问题 就是罪的破坏 所以你发现 先讲恩典啊 先讲上帝为我们了 做了什么 这种与上帝和好 罪得赦免 我的生活工作 我享受了和睦 但是这种和睦 会受到破坏 所以他讲到罪的问题 而且讲到罪的问题 有两个 一个是赎罪记 一个赎钱记 这两个呢 我们看到都非常相似的 但是两者都遵循 同一个献祭的条例 七章一到十节里面 赎罪记和赎钱记 同一个条例 一般来说赎钱记 赎钱记呢 是针对一个人 对他人的财产的 犯了罪 要赔偿 而赎罪记呢 主要是针对 我们在神的面前 错误犯的罪 不是蓄意的 干犯了神的律法的情况 无论是什么道德律 还是礼律 然后赎钱记是强调 犯罪对他人造成的损害 而赎罪记强调是 我们犯罪者在神的面前的罪 注意这个顺序安排了吧 已经恢复了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会破坏 破坏不是因为神的 单方面毁约了 好吧 看你小子不怎么地 我后悔了 我就不再救你了 我不再伸给你 我不再保守你 是我们人这个层面 会破坏 会失误 对神的律法的失误 和对人的过反 所以需要赎罪 需要恢复 当我们冒犯神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神和解 维持正常的 已经赐下的和睦被破坏的时候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持续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 在神的面前犯罪了 我偷了别人的财产 或者是把人家交给我的牛 给搞死了 或者搞丢了 那这个问题怎么赔偿 人和人之间的 实际前四条和后六条 那这样的都是在神的面前的生活 如何恢复 如何恢复很重要 救恩派犯了一个严重的毛病 就是他相信基督 曾经为我们一次成就到永远的果效 这个是他们绝对信心强 但是他们错的是什么呢 今天持续的犯罪的这个问题 他都归给以前解决了 当然某种程度对 但问题我需要认识到我的罪 而且我要在神的面前承认 继续支取那个一次成就到永远的 那个赦的 赦罪的果效 已经赦了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持续的去经历 为什么 我们实际上会破坏这个约吗 破坏这个关系吗 所以要恢复 你发现镇里面就已经充满了神的 丰盛的恩赐 他考虑到我们人的软弱 会离家出走 他给我们准备了后门 这个搬家都不敢搬 我们看过那样的电影 是不是 父亲 房子已经破得不像样了 但是还是保持着原貌 这个拆迁了 死活要留在这里 不肯搬到别的地方 恐怕他那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若干年回来以后找不到家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父亲已经考虑到我们会冒犯他和冒犯林舍 所以给我们准备了重新恢复的这个路 想到了那个桃城 各个支派 约旦河东 约旦河西设立了桃城 约束亚记里面 六个桃城 记得应该是六个桃城 然后在各个地区最中心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最靠近的地方 而且修直那个路 约翰说修直主的路 其实就是那个桃城 修最直的 坑的地方要填平 弯的要履直 山包要铲平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那些误犯罪的人 犯了不该死的罪的人 免得抱血仇的人 抓住他 杀了他 所以就为那些 无意犯罪过犯的人 取一个最便捷 最快的 那个通往桃城的 那个避难所的那个路 这就是救恩嘛 耶稣就是那个避难所 耶稣就是道路嘛 耶稣那里 走在他的道路上 逃到那里才有生命嘛 是不是 你发现那里面 都充满了福音 同样 这个赎罪记和赎钱记 安排在这个位置 也是为了恢复 有一天我们软弱 跌倒过犯的时候 无意过犯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重新 和他修好的方法 都预备好了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明白这个背后的用心两口 所以即便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教会里 要斥责各样的罪恶 刚硬不悔改的时候 我们要斥责他们 劝戒他们 但是另一方面 作为我们神的儿女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 过犯的时候 要重新 享受 支取上帝已经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赎罪记和赎钱记的 这种恢复的 方法的手段 那我们来具体来看 第一点 赎罪记 记载在这个四章一节 到五章十三节 然后五章十四节 往后面就开始谈到了 这个赎钱记 那赎罪记 这里面提到了 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性质 赎钱 赎罪记处理什么样的罪呢 这里面说到了误犯罪 误犯罪 虽然提到了四种人 祭司 全惠众 官长 和个别的百姓 但是他们所犯的 其中有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这第一点就是说什么 误犯罪 历维纪四章二节 十三节 二十二节 二十七节 五章 十五节 都出现了误犯的 这样的一个词 那它是指什么呢 不是指犯罪者 不知道律法 因无知而犯的罪 不是这个意思 明白律法 但是 他却不知道 自己该犯了律法 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他成为不解 或者是没有遵守律法 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当然这个翻译有很多 有时不小心犯了罪 知道却犯了不小心 无意不是故意 蓄意 刻意犯 明知故犯 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无知和悟犯 并不能算为无罪 注意 罪就是罪 无论我们有意无意 做错了 错本身就是错 冒犯了神的律法 无论是道德法 还是那个礼仪法 错就是错 在上帝面前犯了错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OK 你不知道算了吧 无知者不怪 无知者不罪 不知者不罪 不是 错就是错 在圣洁的神的面前 冒犯了神和冒犯了灵舍 不是故意的 都是罪 当然 故意和不是故意 犯罪的性质又不同 虽然罪本身的 这个罪的错误 本身的性质是一样 但是从犯罪心理学考虑来 犯罪的动机也很重要 对不对 故意杀人和不小心 在那伐木的时候 放倒了一个树 结果有人在那里面 方便的时候 在草丛里 结果树一倒 正好砸到那草丛 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在 方便 那砸死了 和我蹲在坑里 就等那个人下班 然后趁着夕阳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冲上去 拿绳子勒住他的脖子 勒死他 蓄意谋杀和失误 不小心甩石头 丢石头 现在丢到草丛里 有人在那蹲着 方便的人 这个圣经记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那个想象力丰富不丰盛 那个画面感 你想象一下 那种生活用语 有个人随便愣石头 结果草丛里 有个人在那方面 结果打死了 打破脑袋了 脑炉漏了个洞 然后流血过得死了 那怎么办 误伤吗 对不对 和因之恨 就丑那个人不顺 我就今天蹲在那 要弄死他 蓄意杀人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从犯罪心理 这个角度 有故意和蓄意和失误 这个是不同的 那在这里面说是 因着不知道的时候 犯了神的律法 所以救恩不是给 赦罪的恩典不是给 所以心缘里面说 那些故意犯罪的人 救法就没了 但是其实仔细看 还是有 还有啊 旧约也有 那些故意犯罪的人 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 还是有 但是旧约有点强调律法 那种神的圣洁 不可冒犯嘛 所以故意犯罪的人 一定严厉 不给他悔改的机会 这是严厉性 这是律法的性质 严厉性 公义 圣洁 所以这样的会 会威慑我们 不敢轻易犯罪吗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 故意犯罪了 有的时候他还是 可以给他悔改的计划 有的是直接就 处死了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 留有怜悯 比如说可拉党 那个背叛神 向神埋怨的等等 表面是埋怨摩西 实际上是抱怨神 后来我们发现 他们中间诗篇里 可拉的后裔也赞美神 是吧 当时不是神全灭了吗 表明了神那种 不妥协的对这种 这种反动 这种对神的抱怨的 一种公义的审判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里面存有怜悯 他的后裔当中 仍然有敬畏神 敬拜神的人吗 其实如果严格来说 故意犯罪 没有机会的话 今天恐怕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可能也没有赦罪的机会 为什么 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比非基督徒 犯的罪的性质更可恶 明知故犯的情况 也有很多 但是当圣灵刺透我们的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 痛悔的时候 悔改的时候 上帝仍然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直以刚硬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 基督徒不至于到 刚硬的那种 但圣经里面常常 对有形教会 因为有形教会里面 有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 我们也不知道 谁真的谁假 但是去责备那些 罪人的时候 连真基督徒 有的时候也是执迷 被罪迷惑会刚硬的时候 但是真基督徒最终还是悔改 神可能责备他的时候 他刚硬 不听神的声音 然后神可能在生活当中 让他经历苦难的时候 最后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四处碰壁的时候 然后人的心开始被圣灵软化 天悲下来 才回转归下 神在赦免他的罪 这样的情况也有 但正常的情况下 一提醒的时候 神的百姓会反映 哦 是在说我 我有这个方面 主啊 我错了 悔改 这样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所以 严格来说是 这里面说是 赦罪是给那些 无意 无心犯罪的 这样的 所以一般性的是这样讲 所以让我们知道 不要故意犯罪 就行为里面解释 故意犯罪 然后 亲见主的保血 反正主的保血 永远不失效 好吧 犯罪的时候 那种心里面就缺少了敬畏 以至于轻轻呼呼犯罪 然后回头 我再悔改一下就行了呗 这是很多不信基督的人误解基督徒的原因 哎呀你们信耶稣的只要一悔改就罪的事了 好了 犯罪的时候痛痛快快犯 然后这个 一悔改就好了 去教堂一悔改就好了 他其实不懂基督徒的心理 真正信耶稣的人犯罪那种冲动可能是一种很诱惑人的快感 但是真正犯罪之后那个痛苦是很辛苦的 你可能犯罪一两秒钟就犯了罪 然后结果你要悔改处理可能几周像大卫似的 一冲动犯了那件事情 但是他痛悔的时间可能更长 良心里面受的折磨更长 所以真正信基督的不会那么轻易 就故意轻轻乎乎从态度上去犯罪 基督徒划脚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不会这样故意轻乎罪 他对上帝的认识和爱和敬畏 不会让他轻轻乎乎犯罪 非基督徒不知道那个里面的这个心理反应 以为啊你看吧 反正你们就什么犯罪都就认罪就行了吧 轻乎犯罪 其实没那么简单 当然在教会里面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 没有重生的人 可能会继续在罪中活着 良心里面没有谴责 因为什么他还没有见光 还没有经过这个内在生命的更新 所以他就像没重生的状态 就像那只生命没有改变的猪 继续在泥血里滚 他也不觉得什么痛苦反而觉得很享受 但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你让他像约翰一书里面 持续在罪里面活着的 重生的人就不再持续犯罪 持续犯罪的话 和他的生命特征是不冲突的 他会痛苦 圣灵也不会让他的良心那么 在罪里继续安舒的生活 一旦犯罪 圣灵马上提醒他的良心 良心就责备自己 会痛苦的有挣扎的嘛 是吧 直到他悔改他心灵里面才会安舒 不然的话会很痛苦的 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是一般性的原则 是上帝的设罪是给那些失误 不故意犯罪的人 完整故意公然藐视上帝的话 那样的时候严厉仅仅不给他们设罪的机会 所以是警戒他们 让他们不要轻易犯罪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犯了罪的时候 难道上帝就不给我们留有悔改的机会吗 不是的 当上帝责备这个人真的他悔改的时候 上帝仍然是有怜悯 没有任何罪 可以没有办法上帝饶恕不了的 只有不可悔改 刚硬背逆上帝 不敬畏上帝 这个罪是永远无法得到赦免 为什么 上帝不可能是越过公义 你不悔改 我单方面就免除了 算了吧 我也不追究你 不是这样的 不非这个人回转 意识到自己的罪 主啊对不起 我得罪你了 那样的话上帝OK 我过往不咎 上帝哪有那么小心眼 虽然对自己冒犯很多 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 悔改的话 他就充分的怜悯 去赦免这个罪 赦免这个罪 所以在这里面强调的是误犯罪 不小心 那在这里面误犯 但是在这里面说 当他误犯的时候 一旦知道的时候 虽然没有具体描述 他怎么知道 圣灵光照他 或者是过节的时候 律法宣布嘛 或者是什么 拉比在会堂里讲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 还没有会堂会幕嘛 总之借着话 他醒悟了 他知道的时候 当他知道是罪的时候 这是人主观的经历 用今天的福音来说 上帝透过宣讲他的话 然后圣灵内在有效的光照 让他觉悟自己的罪的时候 那当然怎么办 知道有罪了 不知道的是自己不知道 像自己得了病似的 我中毒已经 这个有的人已经这个 无症状感染者嘛 已经这个痒了 自己不知道痒了 也没头疼发热的 不嚼的 以为感冒呢 无所谓 但是痒了 这种情况 当他发现痒了 哦 开始带口罩 注意跟别人隔离 别影响别人 是吧 这个人无意犯了罪 当他意识到自己罪的时候 他必须得处理 主观上 必须得处理 他怎么处理呢 他就要认罪 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罪 承认的表现什么呢 并且要为自己的罪 承担责任 其实你发现 圣经里面提到 恩典的同时 从来不忽视责任 其实如果真正明白 基督教福音原理的话 那些曾经不知道 责任感的人 甩锅 为自己的行为 不负责任的人 其实如果来到教会 教会的讲道 如果正常的话 或者说他读懂了 圣经的原理的话 其实他就不会随便的负责任 为什么 圣经里面的恩典 从来不抹杀人的责任 注意我说的是责任 和能力是两回事 顺从律法 永远是所有被造物的责任 信不信都有责任 为什么 我们在造物主面前 就应该这样生活 能力是另一回事 我有责任和我 没有能力是两回事 我没能力活出律法 但是不意味着 我没有不顺从律法的责任 既然我有责任顺从律法 那我就有责任 承担违背律法的责任 是吧 你说我没有能力 对不起 那个是另一回事 没能力是没能力 但是你冒犯律法的责任 你只要承担 所以当一个人 意识到自己的罪时 除了承认自己的错 我得罪了神 我在神的面前错了 冒犯了他 违背了律法 所以一个人对罪有觉悟 前提是对罪要有认识才是 有知识 刚才我虽然讲到了 不能因着无知犯了罪 就不能称之为无罪 无知者无畏 但是无畏不意味着无罪 你无知犯了罪 他又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这个可怕 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 传道人教会 最大的使命就是 正确宣讲神的道 包括律法和服役 律法 神完美的要求和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负和责任 我们生活的原理是什么 没有原理的我们就没有道路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但是宣布了律法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绝望 上帝那完全的标准 我们根本没办法活出来 怎么办 宣讲福音嘛 上帝在福音的恩典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使我们起死回生的新生命 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得了自由 而且又圣灵的生命在我里面 使我有新的性情脱离了必死的必然犯罪的那个本性 给我了新的生命 虽然这个新生命和旧的本性两者在里面征战 是吧 所以我们要体贴顺从圣灵 圣灵不仅给我们行律法的可能性 而且给我们行律法的实际的能力 所以基督徒一方面要知道律法 神的圣经要求 它是我们的道路 是我们的镜子 是我们生活的规范 甚至有的时候是鞭子 常常鞭挞我们 让我们走向正路 上帝的恩典的福音呢 律法里面指向的义在基督里成就了 基督给我们完全顺从 基督的义归在我们头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守全律法 在神的面前获得成因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 我们过去所犯的罪 借着烦祭 借着基督的宿祭等等 所有的罪和罪的后果 都借着基督处理干净了 那我们今天仿佛圣洁 从来没犯过罪的人一样 在神的面前与上帝和好了 不但和好 化敌为友 而且被收纳为儿子 那今天我们怎么办 律法还在那里 上帝原本的旨意并没有改变 继续我们要去顺从去活 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前四界后六条爱神爱人 对不对 那今天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因为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和神的恩典在 虽然我不足 但是我依靠神 靠着圣灵的恩典 可以列列腔腔的作为新生的婴儿 学着走天路 有的时候学着走得好 有的时候走不好 一生当中学习被圣灵掌管 学习功课己身 学习顺从神的话 这就是基督徒在今世的生活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他知道自己的罪的时候 所以前提是一定要学习神的话 没有律法的话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神对我们要求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样做 才做一个正常的神喜悦的基督徒 所以知道很重要 所以教会里面就是正确宣讲 关于律法和福音的真理 这样的话一方面告诉我们方向 一方面告诉我们如何 活出那个方向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话语的面前 镜子的面前照出我们的亏欠 然后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罪吗 不信主的时候 每一个法庭判完了 自己都喊冤了冤 我没犯罪 在监狱里那些十恶不赦的 有些重心犯 我没做 我没做 都喊着自己是冤枉 在教会里面看似善良的人 来到教会里一跪下来 主啊我是个可怜的罪人 求你开来怜悯我 这很奇怪的现象 社会上看 当然现在是教会 社会的这个形象不太好 有那个新闻 这韩国也是这种反基督教的文化 教会里稍微有点瑕疵 反正新闻公司也没什么事干 找到一休的时候 找到任何话题的时候 他们就大肆炒作 所以教会的问题固然有 但是 他可能会被放大的这种情况 所以整个社会里面这种 对教会充满了反面的负面的影响 以前教会可能都是一样的罪人 无所谓 但是不信的人对教会有一种 我更高的那种期待 如果教会犯了同样的问题 那教会可能就这个问题 就性质就显得更加明显 所以不管怎么样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知道罪 然后要承认罪 承认罪其实不容易 承认罪 在神的面前承认罪 可能相对容易 反差太大了 绝对准 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不容易 有些罪不一定 你都要在人的面前承认 但是有些罪需要在人的面前 比如说牧师曾经什么处理人际关系等等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大家记得知道了 但是如果因着我个人的事物 给大家已经造成持续的误导的话 我必须得公开说 纠正这个负面的作用 因着我个人的事物 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 必须得公开 因为我个人里面有贪心了 骄傲 我就不用跟你们说 我骄傲了 没必要 我自己在神的面前 这个赎罪 现在讲的 祭司和全会众的事 现在谈的是 冒犯神的罪 当他知道的时候 他就要认罪 并且要承担罪孽 怎么承担 需要献祭吗 神要求他 既然出了问题 那怎么办 献祭 那任何人在耶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情上 误犯了罪 就要献上除罪记 列维记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三节里面 还有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谈到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有人冒犯了 那要献祭 有这样的特征 首先第一 有这样的几 两组人 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就是 位高的 他的祭物比较昂贵 多托谁就向谁夺药 两种位高人 一种是祭司 属灵的位高 还有一种是地上的官长 位高 奔两种人 那位高的 他的祭物要昂贵 权力越多 责任越大 结果越严重 一个信徒犯罪 同样两个人 牧师犯奸淫和信徒犯奸淫 影响绝对不一样 牧师犯奸淫了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教会里的 位高的人 这个位不是世俗的位 所以他是公众人物 他的影响 同样一个 大家都知道了 A某某 弟兄犯了奸淫 和A某某牧师 犯了奸淫 他俩的破坏力 影响力绝对大 A某某犯了奸淫 大家知道了 犯奸淫 虽然也受到冲击 但是基本上 对大家影响不大 但是A某某牧师 如果犯了罪 他是公众人物 他就破坏力相当大 所以权力大 位置权力 和他的责任 是一比一的 多脱谁向谁多要 这也就是大家 我之前跟大家讲 为牧师祷告的原因 牧师不是站在讲台上 这个滔滔不绝 就讲点东西 看着挺轻松的 牧师可能面临的 属灵的责任和压力也大 撒旦攻击一个人 信徒倒了 教会不会动摇 但是叫撒旦攻击 一个领袖的话 他倒了所有的牧养的人 以前他正面 祝福别人的那个权柄 那个影响力和他跌倒 造成的影响力是一比一的 越祝福别人的这个传道人 跌倒了的话 对别人的负面的影响 也是同样大的 所以大家不要抱着膀子 只是作为旁观者 其实大家应该也有责任 去保护牧者 为牧者祷告 为你们教会 国内的教会传道人 包括我 包括咱们韩文部的什么主人牧师等等 这些传道人祷告 有意识的 一旦传道人跌倒了 其实攻击传道人 毁掉一个教会 最简单的办法 毁掉这个教会的传道人 毁掉十个信徒 教会可能照样运营 但是毁掉一个传道人 整个教会就动摇 这个不是夸大 这是事实 历史上已经无数次 亚当这个是我们的法人代表 是吧 咱们的老祖宗 因着他一个人 他是有权柄的 他的法人代表 因着他的失误 整个全人就毁了 历史上的王一样 大卫的王 个人犯罪 造成整个以色列 扫罗一样 王是百皮性的代表 在神的面前 祭司也一样 所以 当然那个约和今天我们牧师 和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怎么说呢 那个有约的关系 现在的牧师和会众之间 不存在约的关系 而是某种影响力的关系 所以有些差别 旧约里王祭司 他们是恩约的代表 所以新约的牧师 可能不必然是那种恩约的代表 但是他去那个位置 他的影响力在那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里注意 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规律 就是位高的 纪位高 为什么 权力多 责任大 所以他们的犯罪的性质 在上帝的面前 付出的责任也大 所以线上的寄物也 都是贵的 什么牛啊 羊啊之类的 牛 然后第一组是 大祭司犯罪和 全会众犯罪 第二组呢 是官长犯罪和 普通百姓个别人犯罪 第一组的人要犯上 线上的是什么 公牛为第二组人 线上的是公山羊 那个物价格就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教会里的牧师犯罪 和整个教会犯罪 和韩国的一个这个市长犯罪 还有这个安阳的某某 各个个别的老百姓杀了人 这个性质不一样 属灵的团体 牧者 圣职人员和全会众犯罪 还有这个世俗的官长 一般的村长啊 镇长啊 什么公务员犯罪 和个别的百姓犯罪 是不一样的性质 所以这个祭物 处理的态度也不一样 这里面背后的原理就是 一般世俗的责任 官长和属灵的职责 祭司等等 犯的性质不一样 有些是直接关乎前四届的 有些是关乎后六届的 当然所有的罪都是必死的 但是他们处理的纪物不一样 就像安息日犯罪和平时犯罪 有些差别一样 但是罪的性质都是死的 但是他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大祭司犯罪 要献一只公牛赎罪 然后整个以色列全会中犯罪 他们也要献一只公牛为赎罪 大祭司的是四章一节到十二节 然后全会中的是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那第二组人就是官长犯罪 他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为赎罪 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然后普通百姓犯罪 要献一只母山羊或者母羊羔 为赎罪祭 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 所以责任大 他的更要谨慎 就是祭司需要谨慎 连祭司要求一般百姓喝酒 没事 旧约的祭司是侍奉期间不能喝酒 甚至那些祭司不能沾浓酒 当然等等等等 反正对一般的百姓 官长的道德要求和 对祭司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于那些较贫困的人而言 他们力量若不够献一只山羊 就要献两只斑鸠和两只出鸽 鸟很便宜的 为自己的赎罪 甚至什么呢 极其贫穷的人而言 如果再没有力量献上 两只斑鸠两个出鸽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约瑟和玛利亚献这个婴儿耶稣 去到圣殿里隔离的时候 献上了什么 两只斑鸠啊 可见他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啊 就是穷 属于穷人那个级别的 极穷的 连鸽子和鸟的斑鸠都献不上的 甚至可以 就是献不流血的祭物 细面作为赎罪 这个是惊人的恩典啊 原本是献祭都要流血的 但是神竟然 允许 特别穷的人 连鸟 斑鸠都献不起的 两把细面 面总总该有吧 家里能吃饭嘛 对不对 做大面饼什么的 犹太人 不可能每一天吃BBQ 我们看了一些蒙古的那个什么视频 天天吃肉 因为他们是这个直播的嘛 卖肉的 是吧 新疆等等 然后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天天吃肉 其实不是啊 有一些节气吃 平时也吃饼 吃素的等等 所以卖饼 这是他们的通常的食物啊 没有卖饼 那就 猛撒拉的 根本活不下去了 他们吃面是吧 最穷的人 最起码也给他们洗面 连最穷的人 他们悔改 他们的罪仍然可以得到赦免 他们仍然可以享受与上帝的护核 上帝不 不侵看任何一个社会地位 贫穷 无论是祭祀还是官长 还是普通百姓 还是圣民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只要他愿意悔改 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获得赦罪的恩典 这个意思啊 不会因为经济条件不好 献不起 算了吧 你这个罪就没办法赦免了 基督教不是那种贿赂式的奢侈的宗教 很多人误解基督教是奢侈的 到教会奉献 那不奉献就不行了呗 奉献是感恩的人的一种反应 不是说是入会标准 你奉献 你奉献了 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顺序颠倒了 其他宗教是 如果你不去烧香 那个香表明你的诚意 这是交换的关系 你上了五百块钱的一住香和上五万的一块住的香 这个神明的反应就不一样 当然那个住持的反应当然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给包个红包给他五百的和五万的五十万的 给他买个宝马 那个他的态度觉得不一样 做法的时候那个劲也不一样 那是贿赂的宗教 基督教不是那样 虽然基督教有时腐败的时候 好像也有这种现象 但是背后的原理不一样 因为人献祭物 人这个奉献金钱不是功劳 是感恩 献多少 特别是感恩奉献 这是凭 奉献人的心意 甘心乐意 他领受了这么多恩典 他觉得我应该表达 那表达的时候就按照神要求的表达 献什么东西 对不对 前面已经讲了 若有人 什么献的时候 应该怎么献 所以一方面是自主性 自发性 感恩 主动 另一方面呢 要按照神要求的规范去献 不能随意 所以这个性质不一样 根本的精神不一样 外壳好像都像 到某个场所都需要花钱 然后好像神才喜悦 但是背后的精神不要 那些非专业的人 是看着什么宗教对比 表面上看见这个现象是相似 但是根本性质不一样 我们不是这个 give 然后是take give and take 我们是先take 然后是give 上帝先给了我们 我们先领受恩典 然后我们才表达对主的感恩 才给神 献给神 其他宗教是你先给 然后换取神明的喜悦 才降雨给你 祝福给你 对不对 这个是交换和感恩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 顾念那些 极穷的人 甚至 他们没有血 也可以 代表那种心意 总之 罪要有代价 是吧 总之 罪要有代价 正常的是要流血 非正常的 连这个血的都陷不起 两把熄灭 总之你要为你自己的罪要付代价 那无论何种 祭生 犯罪都要按手在头上 当他献祭的时候 要按手 按手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与 与其联合 那个无罪的羔羊也好 无罪的牛也好 无罪的鸟也好 他们有什么道德性 心里起坏主意了 像人类这样 贪心了 犯罪了 没有 堕落是先从人开始的 人堕落了 殃及了整个自然界 动物世界一样 结果 替罪的羔羊嘛 无辜的动物却替我们赎罪 那按手的动作表明联合 我按手的时候 我与动物联合 我的罪归在动物上 动物的无辜 无瑕疵 就归到我头上 所以动物替我受被杀 流血 被切 被烧 遭受我应该遭受的痛苦 当然动物的生命的价值 和人的得罪神的冒犯 不等价 因为旧约是小人书 那种主日学教材 指向实体 神的儿子最终的无价的牺牲 才能属我们这种对神 无限的冒犯 所以他替我死了 按手联合 他替我死 我就得火了 得释放了 大家不是一直唱 那个奇遗恩典吗 什么 其实那是这个黑奴贩卖的 那个叫Milton 他写的 但是我们常常说什么 那个巴拉巴 耶稣 耶稣 被定的时候 有个叫巴耶稣的强盗 耶稣是义人 他从来没有抢过谁 也没背叛过什么反动罗马的 但是被 被以一种似乎是政治犯的名义 犹太人的王被定在十字架上 无缘无故被定 结果因着他释放谁 他们说是要巴拉巴 原本该致死的 虽然巴拉巴在罗马政府是看是政治犯 但犹太人来说 爱国英雄 民族歧义者 带动暴动的 据说是这样 那耶稣无辜的就被杀了 结果他死我得活 有人说这个奇遗恩典 就怎么怎么唱 是因他替我死我得自由 那当然感恩了 如果不叫拿撒勒的耶稣 我爸耶稣就得死 其实这种图画 虽然有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一些野史 但是我们透过这个 也可以获得一些类比来了解 我本来应该死的我 但是因着耶稣替我死了 我们可以得活 所以按手表明联合认同 祭物就可以替犯罪者 承受罪的代价 然后他们被杀 被流血承受罪的咒诅 那有意思的是 前两者大祭司犯罪 是因为不小心犯了这个 不太具体 他犯了什么罪呢 可能是在会幕里面 犯了什么违背礼仪上的罪 然后殃及 所以他要赎罪 那全会众犯罪呢 全会众犯罪 可能也是在冒犯神的事情上 相比后面 百姓和官长犯罪的内容不同 所以职份 属灵的职份 犯的罪的 属灵的 可能是前四届这样的罪 直接跟礼仪和等方面有关的 不竭的嘛 误犯了这个罪 然后我们看到大祭司 以色列全会众犯罪 会众的长老要按手 全会众犯罪怎么赎罪 长老是会众代表嘛 出来代表按手 然后为整个全会众赎罪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个器物呢 要放到营外去烧 翻祭的时候 要烧在翻祭坛上 但这个呢 去拿到营外 说是 整个以色列百姓 从祭司到百姓都犯罪 整个营地都误会了 但是赎罪既是圣解的 所以要在营外奔烧 才能赎罪嘛 其实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 我们的主也出到营外 是吧 希伯来书十三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们也应该效法 祂出到营外 耶稣为我们的缘故 在城外 耶路撒冷城外 哥哥他上上 背定十字架 献了祭 其实就象征着会幕 被排在外 那我们这些 我们的主也是 被出到营外 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 祭生的纸药烧在坛上 祭生的身子要在营外 洁净之处烧了 利未记四章八字到十二节 为什么这样呢 首先是这么做 是为了把赎罪祭与凡祭分开 班祭是在祭坛上 赎罪祭要在营外 第二 这么做是为了把赎罪祭 第二 也是他提醒百姓 大祭司和全会众 玷污了整个营地 所以赎罪祭是圣解的 因此不能留在不解的营地 最后西伯来书十三章 十节到十三节 说到我们的基督 也预表象征了基督 我们的基督也是照样 出到营外 在城外 被定施加献了 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那我们看到 就是大祭司和百姓 冒犯律法或者礼仪 然后百姓和一般的百姓 他们冒犯临舍这两种 前四条和后六条这样的罪 他们都要赎罪 还有一个大祭司和百姓之间的 献祭的差距什么呢 大祭司和百姓的祭物 要进入到会幕 血要抹在坛的四角和坛血 进入会幕 为什么 他们犯罪是污秽了那个殿吗 但是官长和百姓 不需要进入会幕 只要在番祭坛 献祭就可以 所以你发现上帝对待不同的人 这个属灵方面的罪和一般道德上的罪 是看法还是不一样 有些差别 当然到了中世纪 这个什么经验神学家们 他们又犯我们学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该死的罪不该死的罪 得赦的不得赦的不是那个概念 所以他们主张这个罪的区分 也是有原因的 对这样的圣经有一些误解 那在旧约的处境下 我们还是看是这样的区分 但罪性质没有什么大 小 有什么罪不至于死的 有的什么罪至于死的 都不是这样 然后最后结局是什么呢 这一切的仪式结束之后 使罪得赦免 祭司为他们赎罪 他们的罪就得赦了 尽管祭生不能除罪 或者改变献祭人的心 注意 这是讲到了旧约律法的局限性 旧者实在来说 动物的血是没有办法寂静人罪 只能让我们想起 但是这个是献祭的时候 他们要带着信息 胜利性的意义 看到不能赎罪的这个祭物的血 是提醒他们 遥望那个真正的那个祭物 真正的祭物 所以那些不凭着信息线上的 实际上就是没有用 本来羔羊的血 什么动物的血也洗不掉 但是如果带着信息 仰望那个真正的应许 真正的 他就可以获得赦罪吗 旧纪律本身是不能 也改变不了人的心 为什么 那个时候旧约 圣灵虽然做工 但是呢 这种制度本身是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基督来了不一样 基督确确实是他的 可以解决我们的罪 而且他赐下的圣灵 将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 他也更新我们的性情和心意 所以新约的圣徒 领受的恩典是比旧约是更丰盛的 旧约是透过影子遥望 新约的圣徒是直接进入到恩典 更丰盛的恩典里面享受 不一样 我们领受的恩典的本质是一致的 但是量和清晰度不一样 程度和清晰度不一样 启示的清晰度 旧约像蜡烛 新约像名如正午的日头 那个旧约是星星点点的恩典 但是新约是丰丰满满的 满意的恩典 旧约是透过那些图画遥望 新约是基督已经来了 活献给我们 亲自成为高原定 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 赎罪祭是盟约的百姓 过信仰生活当中 遇到过犯的时候 无论是冒犯神还是冒犯人 我们需要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我们要献得记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重新献什么牛羊 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面前 再次仰望他的宝血 要承认自己的罪 要告白自己的罪 当然得罪神的就可以得到结径 但是得罪人的时候 后面涉及到了赎钱祭 要亏负别人的 要偿还 罪可以得以赦免 但是有些责任要负责 这个是我们下周要谈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上帝给我们持续这种生活当中 留下来这种 继续保持平安祭的这样的祝福的 一个补救的方法 就是赎罪祭 偶尔为过犯所剩 我们就随时在圣灵的光照和提醒下 回转归向他 仰望基督的宝血 再次得赦免 所以基督一次成就到永远的祭 一次献上完美的祭 又是番祭 又是宿祭 又是平安祭 又是赎罪祭 又是赎钱祭 那我们就应该持续地享受这一点 盼望我们一个弟兄姊妹 通过这个第四季里面 看到神的这个怜悯 也看到神心意 想与我们持续交通的这种意愿 那我们就应该郑重地去 也看到神对待罪的态度 不因为我们无知不知道 就抹去罪 罪就是罪 所以要处理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 透过赎罪祭 不断地悔改的这样的生活 能够持续地让平安祭 在我们里面享受与神交通的这个恩惠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才能活出一种 凡祭和素祭的生活 这样就整个生活就成为一个 蒙神喜悦的礼拜 所以每一个祭物里面都有福音 每一个祭物里面都有礼拜 前面是恩典 后面是责任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生活 愿生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将自己的生命摆上 工作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都成为祭物献给神 并且持续与上帝 过这种平安祭的生活 偶尔被过犯所生 又认识到自己 对悔改归向上帝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经历赎罪祭的恩典 透过熟资计让他们时常心存敬畏和感恩 能够持续与上帝保持正常的交通 过一个荣耀神的你的儿女 求主亲自与他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